政團的消息 來看國民黨的政主席紅袖條 打算要到台南選立委 要來調整民進黨的王頂悟 國民黨是不是會把政調 紅袖條說 尊重黨中央的決定 阿公現在國民黨來一直有風聲 要把總統參選人韓國儒換條 紅袖條認為不可能 尤其是韓國儒自己覺得 選不下去囉 這麼一個立法院的位置 就像您講 我可以在我最順手的地方來選 這是公布節目的傳訪 打算到台南選區 參選立委的紅袖條 因為如果是黨中央有幾個人選 應該趕緊定案 一切都是尊重黨中央的決定 如果說這個黨中央 認為說已經布局好了 那麼變成我們去繳局了 這個就不好了 是不是 所以只要認為說布局好了 不需要協調什麼 你認為說合適 你就直接徵召 但是當然也團出 韓國內民調如果恥俗嫁勒 沒有拜託中緣 你說那五年 多挑選擇 除非韓國儒自己說 他看這個氛圍 他覺得他感覺到選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不選了 只有這一個 其他要換是絕對不可能的 再換的話 會贏嗎 我看不樂觀 不樂觀 不樂觀 這是台北市長官文帝 現在這局在勾勤 鋒海創辦人過台銘 立法醫生在中王金兵 我是想問我們看 柯文哲的用心何在 你覺得柯文哲什麼 柯文哲很會想 我覺得他很聰明 你要不要記得他智商有多少 他說官文帝很厲害 也很聰明 隨著國民黨真好 反而困境 過台銘跟王金兵的一步 好奇好獎 今天要和國民黨 馬上老金